现在这次中共拼命鼓吹股市赚钱 实际上现在看出来了 就是通过股市 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队主力资金 央企国企都在跑 救命啊 救央企国企 救国家队的命啊 看看这些央企国企这段时间 一百多家公司的减持的力度 看看国家队出货的力度 大现金出头 那么大家其实都明白 这个股市现在的火爆 2.6万亿交易量 就是中国那些股民的韭菜们 又救了中国共产党一次 又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一次 所以讲到这儿呢 确实也必须得说 中国共产党洗脑就是牛逼 洗脑出来的韭菜真的很优秀 真是拿着乞丐的钱 操着皇帝的心 自己活得连狗都不如 还一遍便把钱贡献给那些吃香的喝辣的美女成群 这些中共 被中共骗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任你虐我千百遍 我仍待你如初恋 全是中共的不计代价的无底线的舔狗 好吧 没办法 我说这些数据 大家感兴趣都可以自己去网上查 这些数据都是中国各中共各部委公开的数据 尽力粉饰过 算是虚假数据 可是你看虚假数据都能看出这么多悲观的景象 就能想象真实数据差到什么份上 就没有涨的可能性 就是你找不到中国股票 它怎么涨 这么高的换手率 央企国企大股东 还有国家队都跑了 那买卖嘛 股票都卖 谁接盘呢 说了股市前五天 一月前五天 证券公司都没修 一千万人跑步入场 那这一千万韭菜能扛几天呢 这就是问题 这一千万韭菜能扛几天呢 对啊 咱们就算这一千万韭菜能入场 扛完了呢 怎么办 往上走怎么办 还谷慢牛不会暴跌的 暴跌社会动荡 国家不允许暴跌 一定慢牛 国家不允许 国家能干啥 我就问问你 房地产两年了 我就问问大家 你们现在发现房地产有没有问题解决了 两年多了吧 疫情过后 因为谁都知道房地产问题要解决 第一个是不是得有信心 得把烂尾问题解决了 现在坑房地产最狠 大家没信心的 是不是核心就是烂尾问题 听好了 根本不是什么降不降利息跟首付 房地产烂尾不解决 花了终生钱进去 中国上千万人家庭在这烂尾 解决了吗 中共把所有招都用了 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从来没提吧 从来不解决吧 因为这个问题是跟中共的既得利益冲突的 所以股市你们还在做梦呢 怎么会解决你们韭菜的问题呢 什么慢牛快牛 你们死不死 这根本不是中共想的问题 就老百姓得多傻吧 我跟大家讲啊 事情是类似的 中国要真想让老百姓问题少 听明白了 房地产就会解决人民最需求的问题 那为什么两年提都不提人民最需求的问题 对吧 上千万的烂尾的房子 没人住进去不提 提都不提 为什么是河南福建银行损失 那么多储户的钱还不来 现在嘴全赌上 提都不让提 中国这个国家从来不会去老百姓的角度解决问题的 所以你现在还说啊 中国的股市股市一定是解套用的 怎么会想着老百姓好不好呢 就这个思路得多傻呀 没法聊 对吧 明明解决烂尾问题相当点的不简单 因为他要解决烂尾 地方政府要担责任 听得明白了吗 地方政府第一个还有周围一系列都要担责任 你觉得中共会要担责任吗 他把责任推给老百姓是很正常的 但是绝不会承担责任 他拿了国家所有的财富 所有资源 但是绝没人担责任 所以中共体制内部每一个环节都不会担责任 所以这个问题就最不可能解决 股市也是一样 最不可能解决 你们觉得央行要多印两万亿钞票 撒到股市上出了问题 央行有人要担责任吗 央行没人担责任 这责任得让老习单 老习签字吧 老习带着签字 整个央行的党委得签字吧 党委班子得担责任吗 有人担吗 说话可以 到担责任的时候 你看谁不担 如果不担 你看这个钱什么时候进得来 这就是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 被套牢股民会不会无差别杀人 会呀 一定会 这就是我说今年两极分化 在今年第四季度 和明年最大的一个危机 就是这一次股市 把最终贫困阶层 这点韭菜的根一切 他是一定会暴跌的 你放心 咱们张围不赌了吗 九月中旬之前 一定会无数人套牢 那这个时候 有的人懦弱的会选择跳楼 但是一定会有强悍 对吧 一定会有强悍 然后这次之后一个场景 你们一定会发现 就是上海那傻车爷叔不敢出来了 他出来会被人弄死 会一定会被人弄死 因为有人在卖了房子 跟他炒股 那你想一想 他出来是不是一定会有人被弄死 以前无所谓 因为他讲那个话 不涉及到个人利益 可是现在中国穷到这个份上 韭菜根都没的人 你想一想 房子都卖了 跟他炒的人 你说是不是会弄死他 财老师 你怎么看外网说 准备1.5万亿美金刺激政策 未来会有哪些产业 你在哪个外网看见的呀 谁的1.5万亿呀 这消息来源就是你们很多问的问题的来源都莫名其妙的 莫名其妙的 对吧 你在哪看见的 然后说美国经济要垮塌了 为什么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巴菲特现在都在减持美国 巴菲特老爷子无限准确 所以当他减持美国股票的时候就证明美国股票经济要崩溃了 正确吧 巴菲特厉害 紧接着呢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巴菲特是个傻逼 因为他全力在增持日本的股票 他说中国的股票市场会大崩溃 不要投资 所以他所有的重点都在增持日本的股票 所以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巴菲特是个大傻逼 他妈他到底是英雄是傻逼啊 他减持美国股票 他就是有先见之名牛逼 他说中国股市要崩溃 增持日本股票 他就是傻逼 这就是中国人 中国永远不会客观的分析一个人好坏 而是要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 看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对我好不好 有没有机会 所有说的话都是翻来覆去的 所以您那1.5万亿美元从哪来的 我都不知道 对我都不知道您那数从哪来的 对我只要是不是这个性格 你如果是个小五毛 我可能就傻逼一下入坑了 就开始给你聊1.5万亿了 默许进了1.5万亿 可实际上这事连屁影我都没见着 你说我能入这坑吗 入不了 抱歉 买黄金啊 我从来都没有断过呀 你要听我的买黄金 还是我说的 1600美元阳斯 现在到多少 快3000 2000多快3000了 你不赚嗨了吗 对呀 然后再看看前几天 我让大家买美元 你要听我了 你现在是不是就赚钱了 我说那个时候是美元最好的入场机会 应该有吧 你们以前听过 前两天就前几次直播 听过吧 给大家看图 连续两天给大家看图 还有人号称我看反了 看什么反了呀 听我的是不是就已经挣钱了 我在一周前的直播 你们在这应该知道 一周前直播 我是不是就告你们曲线了 人民币兑美元 美元涨 人民币下跌了 还记不记得 然后上一次直播 又跟大家看了那个曲线了 记不记得呀 对呀 感谢大家 又花那么多时间 听我瞎嗶嗶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